开始持续带你来关心 彰化酒店女子涉局杀害男朋友 那么警方现在是逮捕 这个涉嫌重大的灵性女子 但是由于这个实则 在西畔被打捞上岸的时候 身上是绑着石砖 头部跟双脚都被童军神给捆绑 警方现在研判 应该不可能是他一个人做的 就在持续的调查抽丝剥茧 现在最新进度 警方认为了灵性女子的家人 恐怕都是共犯 岁下约谈了灵性女子的 爸爸妈妈还有弟弟 至于爸爸方面是坦诚犯案 想要一肩扛起所有的责任 但是妈妈却是全盘否认 不过三个人都被移送递检 被申请羁押 灵性女子彰化老家的家人 包括走在最前面的妈妈 后面分别是弟弟和爸爸 三人双手双脚都被上套 缓缓走上警车 因为检警查出酒店里的一家人 恐怕都是涉嫌杀害张姓男子的共犯 张姓男子被发现时 全身被大袋子包裹住 胸前还绑着石砖 头部和双脚被同军神绑上 因此研判这件事 光凭一个女子不可能做到 加上张姓男子的朋友指控 灵性女子的家人都有涉案 检警传唤灵性女子的爸爸妈妈 和弟弟到案后 认为三人涉嫌重大 依杀人罪移送 并有检察官向法院申请羁押 被告四人在行凶跟弃室的现场 均是在场的 被告等三人的供诉 跟相关客观的激证都有不符 向法院申请羁押禁件 检警调查 51岁的张姓死者 在台北认识小20岁的 林姓酒店小姐 两人大谈妇女恋 10月15号男子南下鹿港找女友 隔天和女友 及她的爸爸妈妈弟弟一家人 到王宫鹿港旅游后 疑似遭到杀害 19号死者的儿子 报案父亲失踪 29号才有民众 在蒲岩的东罗西畔 发现尸体报案 应该是人 我还不及 最近来到林姓女子 一家人的彰化老家 邻居私下表示 妈妈很强势 一家人时常为钱争吵 你很强 很强 很强 压一压 目前林姓女子 矢口否认有涉局杀人 她的爸爸妈妈和弟弟 三人的供词也不一 对于细节必重就轻 是为情还是为钱 检警将继续抽丝剥茧 追查这场命案 背后的真相 华旋人们 红林辉 谢中意 彰化报导